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一周窮人館 我們上個星期說了我們是會餓一個月的 我們是會餓一個月的 所以我們的食物盒也似乘餘 我們這個星期其實就不只買了一樣東西 我們買完一樣東西就接著去另一樣東西 最新推出的Part2的超人建築物榴彈 我配合一系列的超人榴彈去推出 以往的慣例就是每兩隻超人就跟一棟大樓 我發現這個城市超人多個大樓 沒有東西給他們踩倒 所以就特別推出這一系列的建築物榴彈 這是Part2來了 Part1的時候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受慶 很辛苦入了Part2然後再後追回Part1 也是比較貴的價錢 Part2現在是比較便宜的 120元一套 但你要買兩套通常才夠玩的 而Part1也是去到198元一套 時間關係也不在這裡跟大家拆波波 我只是很快地告訴大家 它到底有些什麼 Part1包括有 大紅間屋 靜儀間屋 沒有錢住獨立屋就住了這些屋 工廠阿叔 橋等 相信是高速公路 兩個電線缸 這個就是Part1 去到Part2 取而代之的電線缸 就變成工廠煙通可以配合Part1玩 炊木拆的房間屋 可以重疊的高樓大廈 怎麼可以重疊呢 你買多一套回來 就可以重疊它做帝國大廈了 還有大家如果有打PubG的話 也都會對這一套相當之認識 還有Part2就新增了兩個熔熔爛爛的裝置 就是這一套廢置佐的大樓 以及廢置佐的大樓 B 而它每一棟都是跟一些小型的 小型的 小型的 純粹是因為這一套都是灰錦錦的 就給大家一點水 很快 去組合一個城市給大家看 這裡分別是有兩套Part2 和一套Part1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精細的 包括 大樓裡面是可以看到有樓梯在這裡的 有一個六層高的大樓 我們嘗試遮住那些漏洞位去組合一個城市 這裡都是有漏洞位 我已經不見了那條梯了 通常矮一點的樓都是 放在前面 這樣就比較 景觀比較好 那些車可以打橫地放在這裡 反轉了這樣也會很像 這次呢 這兩個比較搶手的就是這兩棟廢製了的大樓 但是我勸大家呢 太大那條欄也不要讓大家看到 這兩隻扭蛋呢 每一棟大樓都會有一個放燈的地方 這個位置 而這顆燈呢 是你要買另一套超人扭蛋 才可以得到那顆小燈的 大家要想辦法得到 其實我覺得用LED燈的頂電去代替都可以的 基本上 安排好一些配色 這個簡單的城市都完成了 而它配合的尺寸呢 一般超人家公公仔的尺寸呢 是太大的 價格不入的 你要買到超多樓 才可以玩到這些這麼大的東東 而它比較適合 這些迷你扭蛋仔 去製作這個場景 是比較適合的 想想一下如果這條橋是 這麼短的情況下 兩隻東西在一起 其實是很我的名字的 今個禮拜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大家看到這個城市 一洲窮人館裡面 它也不是說真的這麼窮 這裡也挺富有的 這裡也有四百多元的 這裡當然 兩隻扭蛋是零扣的 這次這套特色建築扭蛋 是三百日圓蛋 三百日圓 說真的 是日本7 只夠你買一隻半溫泉蛋 留心 溫泉蛋本身就是留心 不得實心 吃完只會剩下 空虛的人生 不得這樣 你的年頭 要成長 就買磚頭啦 不過注意 你對樓隊有很多炒家 買了不是玩 正一陷 拜拜 下星期一周窮人館再見